大山羊 乙肝大山羊和小山羊 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有的同志会问 大山羊好还是小山羊好 这不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所谓大山羊 就是表面抗原 一抗原和核心抗体 阳性 那么这种病人的话 他提示病毒是一个高伏质的状态 是一个高伏质的状态 但是他不一定 就是乙肝感染很重的 就是说病情很重的人 只提示他乙肝病毒 是一个高伏质状态 它的传染性比较强 而小山羊 也就是表面抗原阳性 一抗体阳性 核心抗体阳性 这种病人的话 他提示病情相对比较稳定 病毒伏质的情况的话 比较低 传染性比较弱的这种情况 当然这两种情况 它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不能一概而论的 因为乙肝小山羊 在这种情况也可以有比较重的那种情况 当然从总的方面来讲 大山羊 它的传染性 比较强一点 小山羊 它的传染性 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我们 对那两个大山羊 小山羊的认识的话 不能够一概而论 因为它可能 可能病情 是和那个病毒伏质的情况 不完全一致的 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到 专科医院去 所以说 我们需要到